Muchy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这个月就一岁了 这个猫猫 它一直在看着我的绳子 自从养了猫呢 有好多事情要注意 也买了好多东西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养猫之后需要什么东西 来看一下镜头 首先呢最基本的 当然啦 你要有猫砂 这是它的盆盆 然后我们买了呢 就是这种半遮的这种猫砂盆 20多澳币吧 也不是很贵 因为以前只买了一个没有遮的 然后它就喜欢把东西给扫出来 就是溅到外面去 这样够高的话它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买全部遮的那种 全部遮的那种呢 是五六十澳币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呢 20块钱又经济又合适 所以就给它买了这种 然后呢又给它加了一个 这个沙子 这个东西很好用 它不会让你的这个猫砂 带出的特别多 它就会在 就会给它封闭在这个小毯子上了 特别好用 然后旁边呢 给它放了一个磨爪子的东西 有时候它不会在这个毯子上磨嘛 然后它有时候上完厕所 就在这里顺便磨磨爪子 都被它磨得不行了 这个呢是在Kmart买的 当时买的时候 不到十澳币 也是很合算的 然后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猫砂 养猫养了一年呢 然后总结出来了 这个猫砂呢是最好用的 我到时候都会把这个分享在网上 大家可以在网上买 有一个叫Pet Circle的网站 他们买呢就很便宜 买一份呢就会给你游到家 一两天就会到家了 我买的这个平时都会在上面网上买 都会比超市买的便宜好多 它这个呢是水晶毛纱 就不会它拉完臭臭呀 还有尿尿完呢 不会有很大的味道 因为是在家里养嘛 就会对家比较好一点 这样不会有很多的味道 然后平时呢每周我还会用这个 看不看得见聚焦 这个产品呢给它洗一下 这个就是个spray 是给它洗那个便盆的 就是洗之前把它喷在上面 然后呢放点水冲一下 就会有苹果香 就会就不会那么臭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窝 这是它的窝 因为它是流浪猫来的 然后它妈妈生了它 就把它丢在院子里 我同事就问我要不要养 我就给它带回家了 这是它一开始小时候就有的 所以我一直留着 没有给它扔掉 因为呢这样子它会觉得比较亲切 因为已经跟了它一年了 这样子 还有一个小老鼠在上面 里面给它放了个毯毯 还有它最喜欢的球 这两个垫子呢 本来是我的一个小兔子 还有一个小狗 结果它特别喜欢 总是在上面坐着 然后我就想就给它吧 它有一棵匹背的猫树 它不是很喜欢这棵猫树 然后给它买了一个这个球球 这球球呢 是我在淘宝上面买来的 淘宝卖20块钱人民币 在这里买呢要20多澳币 所以这个是在淘宝给它搞来的 小时候很喜欢玩 玩够了 它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还有呢这个球球 给它买了这个 看看 来了 现在有点困了 不喜欢玩了 这也是在 来来来来 不喜欢玩了 下午比较困 还有这些小东西 这都是它的小玩具 虽然给它有这个 窝 但是它每次都睡在沙发上 来摸一摸 嗯 握手手 好乖 好乖 好了 还有一些呢 是一开始买猫的时候呢 是一定要有的 梳毛 尤其是夏天 我现在呢 每天给它梳两回 很多毛 因为夏天很热嘛 它就是要掉毛的 还有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小刷子呢 是刷沙发的 这个是在Daiso买的 两块五澳币 有时候这个沙发毛太多了呢 我就给它刷一刷 嗯 还有呢 就是今天 刚买来的 它总是在沙发上睡嘛 然后我就给它买 买这个喷雾 然后洗洗沙发 这是专门 五块钱 在Cose买的 在后面有 有 你怎么用 味道特别好闻 这个不是很清楚哦 然后就给它喷到 晃一晃 然后这样晃一晃 然后给它喷到沙发上 然后整个家都有非常清新的味道 今天买了一个超贵的滚球 今天呢 是因为平时大家可以去IKEA呀 还有Costco买 都很便宜 大碗的 但是这个呢 因为IKEA和Costco 离我家都很远 所以我在Cose买了八刀 但是去IKEA两块钱 Costco有听朋友说 可以买五个 一大碗的那种 然后呢 就是平时它 它的碗在这里 这是要喝水的碗 它不喜欢在地上喝 它喜欢和我们一样在 就这个 不是很聚焦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个要给它除 除那个狮子嘛 防止狮子 然后它一年 它都没有狮子 是这个Advantage 我一直都用它家的 每个月一次 这很好用 一直都没有长过狮子 然后平时呢 也是它家的这个品牌 吃那个除虫的药嘛 就是有的人会担心 会不会有公形虫啊 但是我们家的宝贝 都没有虫子 嗯 舒服 看 昨天给它洗了澡 很干净的 很干净的洗了澡 昨天洗了澡又剪了指甲 嗯 不是很开心剪指甲的时候 两个都搞在一起弄 现在比较不喜欢我 我估计 嗯 来咬我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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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 然后呢 给它介绍一下吃的 这是它的碗 诶 这样子我特意给它买了这种 吃饭的碗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种对它的颈椎比较好嘛 要不然放在地上的话 太 太低了 就是 不大好 还有给它垫了个垫子 以免它吃到地上 以前给它喂干的 干的吃的 和这里是放湿的吃的 我们吃的是这个牌子 Advance 从小吃到大 这个在网上也可以买 在那个宠物店买的就比较贵 在那个Pet Circle买就很便宜 还包油 现在都吃了 这是第好几包了 现在从小的吃到Adult 它这个猫粮很好的 因为什么它会导 它会使它拉的爸爸 不是那么臭这样子 因为它是家养的猫 室内的猫 所以不想它的爸爸太臭嘛 而且它里面还有 对它们脑袋很好 就是使它们变聪明 这个牌子 以后也会继续吃 以前我偶尔会给它吃个罐头啊 什么的放在这个碗里 现在不吃了是因为 它太胖了 所以要减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